上次要儲存技術作家油墨標 就是這個字來 然後切片5 這第5個切片 並且將這個切片儲存成功網頁使用的DNG24的圖檔 好它其實就是存切片 所以你要到檔案的地方選 轉存儲存為網頁用 點它 然後點進來之後啊 我有幫你們切好片了 所以你要點旁邊這個箭頭 點它後點第5張切片 你看你點不同的切片 它顏色會亮 那第5張切片在這兒 好點了它之後呢 再來要止存這一張 所以你看右側 右側這裡的格式 請用PNG24 PNG24 然後再往下找 這名稱也可以選啊 一樣的 這兩個選東西是一樣的 再往下 重點是這個轉存 你要把它改成選取的切片 選取的切片 好儲存 然後其他都是預設 所以預設位置 然後預設檔名儲存就可以了 確定 這樣OK嗎 所以這個切片是已經 切好的 然後你這要存起來就可以了 好 第27題 同學們發現 選擇新增 好這邊第一個 這裡要叫海報 好然後呢 下面的地方的話 它只有設定是描述檔的 就是本來是這樣合起來喔 你要把它打開喔 打開之後 不管中間設什麼 預設就好 這邊把它改成 150 150 好確定 好確定之後你檔案就打開了 那這個是因為我剛才另外一個檔案 剛才有做工作區域的處理 不要理他 正式考試那都是清空的了 好再來把它存起來 你記得喔 這一題喔 另存沒有反應耶 要用儲存 我有講 你不要到時候考試跟我說 你是沒講 要用儲存 你點儲存的時候 你反正點一個 我記得點那個另存 它既然跟你說 這個作用不能使用 這個項目不能使用 你要用儲存 然後存起來的時候 這裡預設喔 它就會直接出現 是描述檔的位置了 這樣就可以了 就把它存起來 知道我這意思嗎 直接存起來就好 因為它已經出現描述檔的位置了 直接存起來就好 這樣聽到我的意思嗎 OK 所以這是第27題 28我們一起講 因為參考線的處理 28題 好 28 這裡 有兩條參考線 第一個 不要鎖定參考線 所以我們到上面去的 檢視 往下 參考線 檢視的參考線 不要 所以就是 把鎖定 它本來是 對不起喔 它本來是鎖定的 它本來是鎖定的 這一個 那你要按下 解除鎖定 就是解掉 解除鎖定 本來是鎖刀 它把它解掉 第二個 把這條刪掉 對不對 這點了它 編輯的清除 就刪掉了 編輯的清除 另外一個不會沾 你就把它清掉就可以了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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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